嗨,大家好,我是楊其生 歡迎來到POWERAUTO美輕鬆學 今天原本是想講POWERAPP 但後來想說啊,講POWERAUTO美好了 好,那我們今天要教大家如何建立TIMS的卡片 就是調式型的卡片 英文叫Adaptive Card 好,那我們直接來demo一次吧 按這個執行 執行流程 好,基本上你執行完之後你就會收到卡片 就像這個 這個是中秋佳節愉快 好,你就會收到這樣的卡片囉 好,這除了做卡片之外 就是通知你的好朋友之外 其實你可以以HR的角度來看 它可以發送例如說新人報導 新人報導的時候可以傳送一些訊息 這發TIMS看起來比較酷 發Mail就覺得好像很平常 或是你如果有員工資料的話 你其實可以做到就是 生日的時候自動發生日卡 就用這個做 也可以喔 好,那我們今天就來做卡片就好了 那如果你想要比較進階的人就 可以自己學習一下 或是參考我之前很多Excel影片 也會對你有幫助 或是上文課也可以 好,那我們直接來教大家怎麼做 好,首先呢 你這個要來這個 Adaptic Card Designer 怎麼找咧 你就去網址就是搜尋 Teams Adaptic Card Designer 就好了 好,第一個就是調適型卡片 那這只有英文的版本 好,好了之後呢 其實預設就是會長這樣 那大家其實都會害怕 那其實不用害怕 那我們就選左上角的新卡片 下面有很多範本 你可以自己參考 那大家知道我教學風格 就從空的開始 Blank Card 好,首先要把這個App 調成Teams 那版本 最好是調一下 好 調到1.4 這樣就好了 OK 那我們這個 其實只要發文字 或卡片就好了 或是 例如說像這個 我們就發這個 Text Block 拉過來 就是從左側拉過來 那你就可以在這邊打字 右邊有這個 New Text 或是你在這邊打也可以 在這邊打好了 就是說 歡迎加入公司 像這樣 好 那沒有圖怎麼辦 很簡單 就是左邊這邊 左邊這裡不是有圖 其實比較常用的就是這些Element 把它拉過來就好了 好 目前這是空的對不對 那沒關係 我們先來試試看 就這樣就好了 那你就按這個Copy Card Payload 好 我們就編輯 那我來新增一個新的 即使雲端流程 YT教學 好 手動觸發 好 所以我們就新增動作 你去找Teams 裡面有一個 張貼聊天或張貼卡 變成 你用流程機械 然後選 Chat with Robots 好 那這當然可以是動態 我會說 我指的是這個 收件子的地方 你如果上面有Excel的話 其實可以列出 符合的嘛 所以你可以寄給一堆人 或是你要寄給群組也可以 群group chat 或是channel 都可以 好 例如說group chat 好了 這邊就可以找到 最近 相關的都會在上面 或是channel也會有 好 channel team 這邊也會搜尋到相關的資訊 那我demo還是用channel is for bot 那我就打我的email 好 你就把這個卡片這邊 貼上就好 歡迎加入公司 好 現在沒有照片 所以沒關係 儲存就好 好 我們就可以執行了 測試一下 測試 好 繼續執行 好 你馬上就會收到卡片了 目前只有這個 歡迎加入公司而已 好 那你怎麼找這個圖片呢 那我們其實 比較簡單的方法呢 當然就是 我們直接開這個 Edge 然後去 copile.microsoft.com 那我們就是 請它產生圖片給我們是最好的 幫我生成 形成一張圖 形成一張圖 那 新人報到 HR 鼓勵 歡迎他好了 HR 和公司 同仁 歡迎 終於有人加入了 這個 這樣子 好 這樣 好 那 當然 copile.com就會幫你 把圖片生成囉 那我們就等它一下 後來要等個幾秒 所以 好 好了 那 例如說 好 我們就 右上角這個 好 你 當然你複製影片 影像連結 我跟你講 這樣是不行的 為什麼不行 我們去 Designer這裡 好 我們點這image 它這邊其實有一個 UIL 假設你把這個 UIL貼上 像這樣 那我們就 這一串就把它複製 回到 這邊 去貼上 你會發現會有個問題 因為在 這個 卡片裡面呢 這網址要是 User能連得到的 就是公開的 那 如果你從copile的 這個圖上貼下來 卡片 卡片當然是借的出去 但是你會發現 就是 欸 就是空的 因為找不到 找不到 那怎麼辦 怎麼辦 所以我們要先去把這張圖 下載下來 我們就另存一下 然後就 然後就 我這裡原來有一個 新紀元公 然後就用1好了 公公1 1.jpg 好了 有了對不對 那 你去 搜尋這種 可以 可上傳 圖片 好 這樣好了 改一下 公開網站 存 圖片 就 會有很多 但 我看 我用google說好像比較好一點 圖片 自打錯 喔 因為我今天都不是用這個 我用google是找到另一個 等我一下 這個 因為我剛剛是用imageBB這個 這個蠻簡單的 你就 按 點進去 你就選 開始上傳 那 你就是 放一個圖片 新紀元公 這個 好了之後 就不要自動刪除 選上傳 這也不用登錄 我覺得還不錯 所以呢 你給它 完整大小連結 複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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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製之後呢 開個存文字檔 Nopay 就把這個貼上 我只要裡面這一段 sauce這一段 到jpg 你回到這邊 卡片裡面去按編輯 好 那把這個UIL這邊 改掉 就這樣而已 那儲存 選測試 好 那卡片其實有很多應用 其實我的線上課有講 不過我也是講更進階的應用 你有興趣也可以參加 好 因為講得很細喔 OK 那就會有像歡迎加入公司啦 好 那我們今天教學就到這裡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那有問題可以到我粉絲團問我 或是到我的網站上 powerappstw.com 好 那上面有一些課程 那我一些 新的教學我也都會公佈在這 所以你有興趣也可以來這邊 follow一下 那就這樣囉 拜拜